四月三號大地震之後就傳出有遊信一家五口受困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沙卡當步道 家屬很焦急的在臉書發文 表示他們在遇到寄陣之後一家五口致敬失臉 搜救人員昨天其實就有動員一梯次 在沿途去搜索的時候是順利將十二名的就是那個外國人士救出 但是沿途並沒有看到這個所謂的五位的家庭成員 今天上午的時候我們有在派一梯次將近二十個人 因為裡面有一位民眾他有被落石擊中 我們有再進去做一個救援 擴大搜尋之後仍然是沒有發現這五名的就是家庭成員 這一篇巡人啟示張貼一張停車場 而且不僅有停放他們車輛的照片 那麼家屬還表示說地震之後不斷的打電話都沒有回應 那麼希望透過文章可以找到家人的下落 同時請網友幫他們集氣 搜救人員不敢大意 預計在今天上午利用搜救犬核探測器 再次前往沙卡當步道來搜救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